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抽血做检查 虽然说肝指数确实有降低 可是医生嘱咐她说必须要多做休息 所以经济公司就放她一个月的大假 有人就帮她算一算 她停掉所有的节目的话 一个月可能就损失了360万元 其实我们看到桃子她在这个十年前 她就曾经罹患过猛爆性的肝炎 当时她在网路上面就特别留言说 她离死亡不过咫尺了 那么还住进这个家户病房 那么这次肝指数又升高 她不敢大意甚至希望换一份工作 这是十年前她的一个新生 所以从这个新闻我们才知道 像知名如桃子她得过猛爆性肝炎 还离死亡近在咫尺 那她心情的感触 当然最重要的是她一个月赚360万 算得这么清楚 所以一年下来有4000多万 还不包括很多的广告等等 这个把它算是告诉我们说健康就是财富 对啊 没错 所以你看她宁愿放弃一个月360万 甚至更高的收入来保护自己的健康 可见问题蛮严重的 真的要休息了 对 那实际的原因是这样吗 其实是我觉得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为什么她会这一次决定要放下来休息 是因为其实她上一次猛爆性肝炎的时候 她那时候她自己说 因为其实十年前我想治疗技术完全没有现在这么好 十年前她已经是一人了 对她已经是一人了 而且她住进去的时候 她其实她那个时候说 那时候医生只叫她做一件事 医生说面对这样的疾病 他们能做的就是休息 所谓的休息是全面性的 连你的肝脏你的身体要休息 你不要再吃什么药 不要再吃什么东西 就是休息 所以那时候她还跟医生讲说 那是不是如果你觉得是应该要彻底的休息 我是不是连这些点滴都不要 我如果能自己进食 我尽量自己吃东西 那是不是就是 所以她那个时候其实 在那里就是休息了非常久 真的就是在医院休息 就是能睡就多睡 能睡就睡 能休息就休息 让自己的肝脏彻底的休养 对 那时候医生告诉她就是这样的一件事 那就好一些了 对 所以之后甚至她就开始注重养生之外 其实她也常常参加肝机会的活动 你可以发现这几年来他们的星光帮 其实常常会参加包括肝净粥 或什么肝脏活动 他们会出来宣导 甚至她自己也告诉大家说 不要再乱吃药了 因为乱吃药真的对你的肝脏伤害很大 所以这次传出说有人说 他是因为去大陆求医啊 大陆求医生给他们药啊 什么怎样 有传说什么一个中医给他的药 然后他吃的好像不太服 我相信说这一次他应该不是说 特地为了什么原因去求药干嘛 而是有可能 可能某些药物引起他的肝脏的不舒服 但是不是因为特地的原因 可能因为他以前有过这样的病史 所以他在很疲累的状况之下 加上可能有吃什么药物之后 马上引起这样的反应 而他也很有警觉性 那他不舒服之后他去检查 发现肝脂素有飙高 他就赶快赶忙休息 所以他没有猛爆性肝脏爆发 而是他已经有警觉到说 可能身体会有症 就是因为肝脂素也是飙高的 非常的不正常 所以虽然降下来了 但是他觉得说休息 因为他上次的经验 告诉他要休息 所以他觉得彻底的休息 真的是很重要的 还是好的 原来是这样子 也祝他早日康复 对 当然 所以这里面引发出好多 我们对肝脏的一些疑问 我们再来一一的来解释 而且我们今天要请中西联合来出提 保肝养肝之外 也迫及我们其实在 对于在肝脏方面 其实有很多的迷思 对不对 好 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第一个问题 大家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好 我们就先从这个 陶泽兵先点出来 就过劳到底会不会造成 这个肝脂素过高 像你看陶晋莹主持 这么多广播 又电视又拍广告 对不对 跟他先生一起 然后出席好多活动 那我看他的生活 大概一天都排满了 还要分给小孩子跟家人 那像我们 我们也很怕 我们的肝脂素飙高 那是不是过劳 会造成肝脂素过高 大家有没有印象 之前有个台义大的教授 叫谢张富 他的情况也是一样 他那次严重到 差点要换肝 他还住进台大医院洗肝 那那个时候就是一样 他就是已经觉得很累了 可是他连续加班很久 他觉得自己疲累 可能是加班造成 所以他也没有去 觉得去注意 所以他可能也觉得 如果那个时候 刚好身体有些微氧 他有感冒药就吃了 所以这些情况导致 他整个肝脏 没有办法代谢这些药物 就会产生猛爆性肝炎 所以大家都一直想说 他就是太累 没有休息 所以他爆肝 其实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根据统计 百分之九十 因为疲劳就医的人 他其实跟肝病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身体 真的一直持续的工作活动 没有适度的休息 因为肝脏 毕竟是负责人体代谢解毒 跟免疫的工作 他不能休息 所以你的肝脏的负担 就会变大 但是不会直接造成你的疾病 但如果你这个时候 又额外加重他的负担 包括乱吃药或干嘛 具有可能变成是一个导火线 所以我们在这也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每天超时工作 超过两个小时 你长期下来 你出现肝功能异常的比例 确实会提高 提高包括将近两成 当然过劳 这个是不健康的 但是身体一定有一个程度 你觉得累了就该休息 肝脏其实就告诉你你累了 或者是身体其他重要的器官 说你累了你就该休息 那至于说过劳 当然我们必须讲过去的例子 我们在比较之前的时候 曾经也是长时间值班 也有同事同学 连续三天没有睡觉 那真的就不行了 那当然同事也很多人 是有B型肝炎代元 那更是不好 所以原因很多 但是过劳是 也许是临门的一角 最后推他一下 并不一定是全部的原因 那吴医师呢 你觉得呢 中医来讲 会不会把过劳 跟肝和连在一起 肝阻疏 就是以它的原理来讲 跟西医的肝 它是不大一样的 也就是说除了肝脏之外 它还有一些比肝脏之外 这个功能更大 所以它是我们在看病的时候 做一个就是一个系统性的 所以它跟我们的一个疏解 所以就是对称带我们的五行的话 它就是金木水火土 它是对应到木头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说刚刚那个 我们的影片有看到这个 桃子呢 它刚开始就觉得头晕 然后甚至会有木悬的这个部分 就好像这个 我们的这个木头或者树木 在长的时候 那它是这个 有些不舒服的状况出现的时候 你就会产生一种 好像被风吹了摇摇晃晃的一个状 所以就我们叫做干风内洞 这个也是用干风这个部分 那甚至产生一种 我们说的就是内风 那有些甚至就开始会有一些 血压高 这也就是在那种干风的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因为它都没有提到 但是我们从它投运的这个部分 就可以归类到 这个部分可能在我们说的 干的这个火气 或者是干风的这个部分 所以我们用到这个部分 就是干阻这个疏泻 那干阻长血就是说 当你躺下来的时候 刚刚我们大家这个 这个我们的书记也讲到 那躺下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休息是会走更远的路 那当你休息的时候 在我们的黄帝内经里面 就是说人卧的时候 躺的时候 它血会什么 回来这个干 这个古时候的那个 我们的这个医术里面 就提到这个部分 那也就是因为 我们在中医里面就是 干跟长血有关系 那长血又跟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调整血液 或者是说这个造血 它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关系 都当你休息的时候 它是对这个部分有帮助 潘老师那你怎么看陶子这个事情 好你看看 刚刚我们赖医师跟我们安德 都点出来就是说呢 过劳有90%的人 跟肝病没有关系 没关系 所以如果我们举例子 我潘老师讲的是 全身的胀气都是好的 对 全身都好的 没有一个弱 也没有一个比较强的情况之下 那我工作超时 然后产生这种 所谓的过劳的现象 最先出事的是什么 心血管 一定是 全部都一样 全部都一样健康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会是心血管 待会我再讲这个好不好 那就心血管 所以因此呢 如果全身胀气都好的时候呢 过劳 心血管先出事 所以就90% 但是为什么会有10%的肝脏出事呢 其实刚刚我们赖医师也点到了 就我肝脏原本就弱 本来就不好 所以我两个一样强的时候呢 一定心血管先出事 但是如果这个比较弱的时候呢 没等到心血管先出事 肝脏先出事 对 所以赖医师刚刚讲的时候 我很注意 叫临门一脚 什么叫临门一脚呢 就是呢 他本来就有出事了 结果你再踹他一下 他就更快出事了 那所以因此呢 待会我们赖医师会讲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板 就是说呢 到底什么东西可以引起肝脂素的上升 那那个原因 那个原因就叫做 埋下的一个祸因在那个地方 然后再加上过劳 踹他一下就进去了 就是说有前科 对 所以我在这边要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就说 如果你本身有做这个健康检查 或者你有看过肠胃科专科医师 他都已经告诉你肝脏是没有问题的 对 你就算是有工作超时 也不要胡乱吃 因为民众被教育的过劳等于爆肝 等于猛爆性肝炎 错误嘛 这都连在一起 刚刚我已经讲的完全错误嘛 对 结果后来造成的是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现在工作很劳累 然后呢 我认为我要保肝 我就去买药来吃 结果因为那个药搞得肝脏出事 这是常见的事情 所以这一题大家理清就是说 当你过劳的时候 你不能跟肝病画上等号 但是如果说你肝病 你已经有这个肝病 或你受损了 你的几率会比别人高一点 好 这一题我们理清了 再接着我们就来看这个 第二题就是说肝指数如果过高的话 那么一定是肝脏出毛病 我觉得应该是吧 因为已经数字出来了 对不对 你去医院的时候指数过高了 因为它不是肝功能指数吗 对 但是这答案其实是不一定的 不一定喔 因为我们看到一般我们叫做GOT GPT 或者说是ASD跟ALT 对 它除了肝细胞之外 比如说GOT 它也存在于肌肉跟心肌 不过呢 如果是GPT 它就只存在于肝细胞里面 所以你看 如果是GOT 因为它不只存在于肝细胞 所以你如果看到它出问题的时候 是不是表示不一定是肝脏出问题 那如果说你只有GPT高 或两者皆高 他认为说这个肝脏的问题的可能性 就高 所以你不能说我靠你几个 就好紧张好紧张好紧张 说我一定是爆肝或什么 其实你是可能要进一步了解说 到底为什么原因让它高 可是有一个情况也必须非常非常的小心 因为台湾最大的问题是后半部 就是说 他觉得只要这两个指数正常呢 就是我是正常的 我的肝正常 就觉得我就pass过关了 其实是不一定的 尤其是我们台湾有一些肝病的大原者 或什么 这个你真的不要以为说 肝功能正常就OK了 这不够的 一定还要看其他的检查 潘老师以前曾经讲过 肝指数正常不代表你的肝真的正常 没有错 就是我们家的邻居 他去参加这个人寿保险 然后呢 他之前有车过GOTGPT正常 但是后来这个保险公司退保 为什么 他为什么退保呢 他说你GOTGPT正常 但是甲心胎儿蛋白异常 所以他就把它退保 然后他很不服 他说你们不是都跟我说 GOTGPT正常就是没事吗 我这甲心胎儿蛋白只不过高一点点 因为正常大概是20 他差不多35到40 他认为也不高 但是人寿公司退保 然后后来他因为这个原因去查了以后呢 发现他有肝肿瘤 他就是有肝肿瘤 不过他肝肿瘤很小了 大概只有1.7公分 这样子 所以还是有问题 早期发现了 那这边就要请教赖医师了 那我们的肝指数过高 那究竟代表什么样的意义 代表我们的肝脏 是不是还是某部分会出了问题 当然是可能肝指数这个要再强调一下 他真的不叫肝功能的指数 那肝指数是比较正确的说法 肝指数 事实上肝脏的功能是制造蛋白质 排泄废物解毒 还有制造一些淋血的因子 这些还有免疫的功能 这些才是真正肝脏的功能 那我们常说的GOTGPT 其实呢是肝脏损坏之后的指数 越高受伤越大 所以我们把它简称肝功能就不好了 其实是肝脏受伤 只能讲是肝指数 肝指数可能比较不会出问题 也是会造成误会 那当然在台湾肝指数过高 稍微高 最常见的还是病毒性肝炎 因为台湾这真的很多 ABCD1型 甚至还有一些感冒的病毒 也可能会造成肝脏细胞受损 坏死 那我们细胞里面的GOTGPT 或称ASDALT呢 就散到血液里面 就会高 所以举凡任何原因 会造成肝细胞坏死呢 都会造成肝指数偏高 那刚刚讲过了 病毒性的肝炎 如果再随便乱饱肝 随便乱吃药 也不一定是饱肝 有些人去为了什么特别的原因 要增强能力 去吃一些奇怪的药物 不管是西药中药草药 甚至一些很奇怪的偏方 都会让肝细胞坏死 自然肝指数就升高 那么 以目前来说 有另外一个隐忧 就是人的这个新陈代谢 生活习惯不好 常常造成所谓的脂肪肝 在一般的上班族 我们渐渐统计起来 可能有一半的人口 都有耶 都有脂肪肝的问题 但是轻微的脂肪肝 其实并不会有很重大的伤害 所以也不要太担心说 我脂肪肝 我会肝硬化 没那么严重 但是如果脂肪肝 你都不理它 不改善你的代谢 越累积越多 脂肪一直堆在肝细胞里面 把肝细胞脏坏了 脏破了 这个就会造成坏死 就变成所谓的脂肪性的肝炎 那这个就会有问题 那另外还有一些 新陈代谢异常的 比如说我们 摄取过量的铜离子 铁离子 不能排出 这些累积在肝脏里面 照样会造成肝脏坏死 所以这是一般 我们可能在医学上 会看到的事情 那我想请教医师 那急性肝炎 跟猛爆性肝炎 这两个对我们民众来讲 好像很像 对不对 那在医学上面是怎么判断 你是猛爆性肝炎 我是急性肝炎 OK 当然急性肝炎就是说 来得很快 可能一周 那个肝指数就 就升得很快 因为肝脏破坏很厉害 但是 如果你很快 再三到四周 就恢复正常了 就回到四周 就可能 或者下降了 就可能是一个急性的发作 叫急性肝炎 那慢性肝炎 就是说这样的 发炎的指数 有升高 可是它没有回到正常 隔了 持续了六个月 还是不能恢复 那我们就成为慢性 那当然这里 猛爆性通常是说 很短时间 可能在一周以内 GOT 可以比急性肝炎更短 那数字可能会升高到2000 或甚至更高以上 不过必须要说明 就是说急性肝炎 一开始 应该讲 猛爆性肝炎一开始 也是像急性肝炎一样 只是它没有恢复 它一路往上 那就是猛爆性肝炎 那另外一个就是麻烦的 就是慢性肝炎 它本来是GOT 忽高忽低忽高忽低 突然在不晓得什么状况之下 又飙起来了 会飙起来 就像刚刚讲 你本来肝炎就有问题 本来就B型肝炎 因为很劳累又乱吃药 突然就飙起来 也还是会走上 爆性肝炎的样子 了解 这样都非常清楚了 潘老师 那么这个造成我们这个 肝指数飙高 除了肝脏以外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脏器也可能 对对对 我们安德越来越专业了 就没有错 就是说呢 如果你看到肝指数飙高 除了刚刚我们赖医师 所讲到肝脏的所有问题之外 它也有可能是肝脏以外的脏器 出了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手本上所讲的 血压突然间的降低 也会 那因为你血压降低的时候呢 我们的血流灌不进肝脏 那肝脏的细胞 拿不到血液的养分跟氧气的时候呢 肝细胞可以缺血坏死 那刚刚我们赖医师也特别提到 肝细胞只要一死亡 那么GOT GPT就会跑出来 所以因此呢 这就会引起一个肝指数的升高 这是由于血压降低的关系 那当然血压降低的原因有很多 你比如说像 比如说我假设不小心 最好是不要 我到出去的时候 突然间被车撞到我大出血 我大出血的时候 血压就一直往下飙 那这时候如果不赶快急救的话呢 我GOT GPT马上就飙高 因为我肝脏已经没有血液了 那这时候 这时候我就可能会走向死亡的道路 照说会造成多重激光衰竭 所以血液流失太多 会造成死亡的原因也是在这边 当然还有心脏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就是心肌梗塞 那如果是初期的心肌梗塞呢 就像刚刚我们肃清所提到的 因为心肌细胞有很多的这个GOT 所以因此你会看到GOT的上升 但是GPT不会动 因为肝脏没有问题 可是你如果是大范围的心肌梗塞 就是我刚刚讲的 那时候呢 因为心脏也缺血 所以因此心脏不打血出来 所以肝脏又跟着缺血 所以其实跟刚刚前面是一样的 血压降低跟缺血 所以因此呢 这时候GPT也跟着会飙高 那另外一个是大家想都没想到的 叫做甲状腺肌能抗净 那么假使说你有甲状腺肌能抗净 很严重没有控制好的话呢 那么这时候呢 肝动脉的血流会增加 那么产生冲血 这时候肝细胞也会产生障碍 造成GOT GPT的上升 那最后一个是反向的是贫血 贫血的时候呢 也会造成GOT GPT的上升 所以其实像这些东西呢 都应该要由医生来判断 就是像我们赖医师 专科医师来判断 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如果是肝脏的问题呢 要对肝脏做处置 如果是其他问题呢 要对其他的肝脂做处置 对 我们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常常看到有肝指数 GOT GPT 有时候呢 两个都是梅红字 那有时候一个有红字 一个梅红字 一个一红一蓝 就正常 对 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也很怕我们肝植比较高 是不是应该吃点保肝药 或者什么的 到底应该怎么办 广告回来最后告诉大家 感冒药做成各种的剂型 有一些是热饮 再加综合感冒药 因为也是一颗的 对啊 然后另外他又觉得 那如果头痛 再来一个头痛药 结果也是出现猛暴性感冒救 按什么呀 按什么呀 我们按手 第一节 这个第二节 这个地方呢 这个关节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的干点 我们在呼气的时候 就是按下去 就是在补它的气 对 对 对